外皮油亮鮮嫩的雞肉 一塊塊的排在盤上 让人看得垂涎三尺 在新宁市场开业40年的烧烙店 今年用咸水鸡 获得台北传统市场节 天下低摊的金赏奖 而这家已经传承到第三代 位于新宁市场内的保质林水饺 则是以卤肉以及狮子头 辱获评审的味蕾 也同样获得金赏奖 在这的话我们的鸡的话 就是说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鸡的话 这现在鸡肉大 那个的话我们鸡不是做那个小小的 因为那个大的话 周数的话养的时间有够久 那个也不会太老 也不会太烂 尤其我们的这个古早的这个卤肉 非常的好吃 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很喜欢 2022台北传统市场节 天下第一摊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28处市场 141家摊商报名角株 经过专业的评审实际评选 共选出15名金赏奖得主 所在年底的时候 怎么样让我们的市场经济能够回复正常 第二个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市场大幅的转型 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在做数位转型的事情 疫情爆发两年多来 传统市场生意大受影响 北市府希望透过举办传统市场节 搭配许多优惠振兴方案 让更多民众能够重新走入传统市场 感受台北城市的人情味 九层花床报道 好可以 移民一个是相机中的 引沙都应该用的 不妨碰 牙台期间